監視小組將兩輛車放在一旁 來來回回查看 因為兩名駕駛說法都不懂 一個說有備状 一個說沒有碰到 怎麼回事 只能請監視人員來看仔細 黑色轎車上發現有刮痕 監視人員拉出池測量高度 還使用刑案採證工具 看顏這場車禍 但不是每一件都能夠比照辦理 一般像是重大的車禍案件 或是有涉及刑案的類型 才會來申請監視 不過還是會有特殊例外的情況 但一定都要符合三大要件 才有採證的必要 並非所有的車禍都能夠進行監視 不論車禍嚴重輕微 一般警方都會現場測匯 但要出動監視小組 得符合三大要件 第一兩幫當事人的車輛 指控擦撞處 需要有相同高度的刮痕 再來就是如果有接觸 依照法國監視科學家 提出的路卡交換原理 物體接觸後 會產生微量的激震轉移 常見的像是指紋 車禍就是烤漆 如果沒激震又遭到破壞 很有可能無法採證還原 做比對兩車的車輛撞擊的高度 去做檢視說是否真的是有 插撞的行為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有天氣因素 那也是一個影響的因素 就是在於說如果下雨天 很容易把插撞後的車漆 然後就會被雨水沖掉 這也會容易影響我們判斷的因素之一 重大車禍或涉及刑事案件 要找出真正照應相較困難 因此都會請專業的監視員員 採證尋找蛛絲馬跡 普通車禍有監視器證據 能夠判定出照應 如果哪一方想要謝則躲過鏡頭 但要過監視這一關很難啦 TVBS新聞黃建國姜宇們新北說的哦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